好 这一节全球现场一起来看到的是 前几天东家在经历过火山爆发之后 因为接连引发了有强震有海啸 大量的火山灰已经覆盖了整个岛屿 现在看到的不是亚马逊的丛林 灰色灰色的一片并不是树林 而是火山灰覆盖了所有的建筑 所有的道路 那么这个画面是纽西兰军机侦察机 到现场所拍下的一个最新现场 全部都是厚厚的火山灰 因为当时大量的灰烬是往这个喷发的时候 整个是往上冲了大约有20公里这么高 大量的火山灰 现在也导致当地的水源受到了污染了 那么救难人员目前也在清扫这个机场的跑道 因为要想让各国的这个救难的专机 可以顺利的降落送物资到东家 那么目前还有很多的国家也是透过船运的方式 要来运送物资来急救了 那么东家官方今天终于发布了最新的官方声明 也是首度的官方声明 更新他们的这个灾损资讯了 也证实至少有三人罹难 还有大量的民宅受损 当中他们有一个岛屿 叫做这个蒙国岛Mango Island 上面的村庄全毁 当局也已经开始疏散一些稍微偏远一点的岛屿上头的居民 这个根据这份声明上头表示 三名死者包括了这个蒙国岛上的一名65岁富人 还有另外一个岛叫做诺木卡岛 上头一名49岁的男性 还有一名是英国的这个国民 同时呢还有多人受伤 声明当中也指出呢 这个东家的海军 原本呢是已经召集了这个有医护的队伍 还有水源有这个食物帐篷 要送往比较偏远的一个这个哈派群岛 但因为呢观察到这个蒙国岛 还有其他极座岛屿呢灾情惨重 所以今天呢将会运送更多的物资 还有援助前往当地 那最新的一个情况呢 今天联合国的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先一起来听 另外一个话题来看到这是谁呢 世界球王乔科为奇 他最近话题不断 澳洲政府呢日前是以他没有打疫苗 对这个民众构成威胁为由呢 两度注销了乔科为奇的签证 而且最后要求他立刻离记 所以呢乔科为奇就无缘挑战 他的澳网南丹四联罢了 那么现在西班牙政府呢 也呼吁乔科为奇应该要树立一个榜样 要他接种疫苗 乔科为奇呢一开始 他其实是成功取得这个医疗豁免 所以入境澳洲的只是后来被澳洲政府呢 以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还有为接种疫苗 对大众构成威胁为由 所以两度撤销了他的签证 乔科为奇呢虽然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不过法院最终呢是裁定他败诉 所以他也离境了 路透报导说呢尽管西班牙 并没有强制人民要接种疫苗 但是呢西班牙的这个疫苗接种率 是欧洲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么其实呢这个乔科为奇 他会定期的前往西班牙 主要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他在这个西班牙南部 一个度假圣地叫做马贝拉呢 他有置产 他有房子在那里 也常常会到那边去练球度假 所以呢根据西班牙 现行的这个防疫规定 要求旅客呢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还有这个阴性的PCR筛检证明 或是近期康复证明才可以入境 因此呢乔科为奇 照理来说呢 他应该是可以参加 4月26到5月8号这段时间 举行的马德里公开赛的 因为他去年12月的时候 曾经二度确诊康复了 但是西班牙政府仍然是表示呢 以身作则很重要 向乔科为奇喊话 希望他可以赶紧去接种疫苗 一起来听 好那么来看到的是哦 美国现在是爆出了航班危机 有多家的航空公司执行长呢 日前就警告说 引入新的5G服务的话呢 恐怕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航空危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新的C波段5G服务 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飞机没有办法使用 造成有数万名美国人滞留海外 根据路透的报道指出呢 包括像是美国航空啦 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 西南航空的执行长呢 他们联合写了一封信指出 除非我们的主要机场获准飞行 否则绝大多数的客运 还有货运航班呢 基本上都要停飞了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就警告说 这个5G网络的C波段讯号 可能会干扰部分飞机的高度移 等等的敏感仪器 进而影响到这个飞机 在低能舰度条件下的一个 降落的操控 那么全日空跟日本航空呢 18号晚间也宣布 由于可能受到美国5G讯号的影响呢 要取消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部分航班 那么独卖新闻也报导 两间这个航空公司 非美国线的波音777型飞机 将会取消无法变更其他机型的航班 将取消这个洛杉矶 纽约芝加哥等等 和这个日本羽田成田机场连结 一共20个航班 包括有客机有货机 一共10个航班 受影响的旅客呢 多达650人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